在去年的全军基础训练现场会上 专长化任教 集约化祖训 模拟化训练 标准化考核 全新亮相 为推进全军基础训练提供了示范引领 随着四化祖训法在各部队全面推开 我军新时代基础训练已经探索形成新模式 助推练兵备战转型升级 新祖训模式如何助力部队打捞战斗力根基 专长化任教又该如何统筹教学力量和资源 记者近日走进海军某部 记录了他们训练场上的新变化 我现在是在海军某部教练员的考核现场 今天是这批教练员经过集训 回到连队实践锻炼后的首次考核 教练员参加集训先实践后考核 是该旅推进专长化任教的一个新模式 按照以往惯例 教练员集训结束前就会对教练员进行结业考核 而今年他们将考核环节后移 让教练员先回到连队实践 再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和训练效果进行考核 判定其是否具备祖训任教资质 回到连队 我们可以利用教学祖训时机 了解到受训对象训练上的部落环节 在祖训当中再结合训练实际 让祖训师教更有针对性 教练员既是基础训练的组织者 参与者和示范者 也是推动构建基础训练 转型发展的主要力量 这段时间机关参谋魏雪兵 在考核教练员的同时 也在围绕教练员任教情况进行调研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 很多教练员并不会灵活运用祖训方法 我们机关在组织议训时 及时调整集训方案 延长考核周期 让教练员把集训所学 带到实践当中 然后进行考核 如今在这个部队的训练场上 训练监察随机抽考人员课目 已经成为常态 教练员回炉补差强能也成了常事 通过强化教练员组训视角能力 有效倒逼教练员队伍能力生成 这是侦察专业官兵正在进行的集训 今天参训的对象 来自五个不同的建制单位 涉及多个兵种 虽然兵种属性不同 但官兵们担负的岗位业务相通 这也是部队在专长化任教上 采取的新方式 这次集训 学员都来自不同的单位 如何把他们带好 把专业知识传授给他们 需要我在组训过程中 采取不同的方法 设置不同的战场环境 让他们经过培训 具备更加完善的业务能力 在提升教练员队伍任教能力的同时 这个部队也引入了模拟训练系统 其中空降模拟训练系统 不仅可以同步空中真实场景 还能随着操纵变化 感知跳伞姿态 打胜仗必须助劳基础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 这个部队通过提升教练员教学水平 引入模拟训练器材 不断推动基础训练 不断推进基础训练 转型升级 创新主训方法 通过专场化轮教 解决了教练员缺少 能力不足的问题 通过节日化主训 解决了训练效率不高 基础不牢的问题 只有把主训的方式方法搞活了 基础训练的底盘 才会更加牢固 战斗力水平 才会随导船高